在臺灣 由國家實驗研究院醫科中心協助催生 臺灣第一家通過臨床前動物試驗的生醫等級 3D金屬裂印粉末的製造商新科材料 結合東臺經濟自製研發的3D金屬裂印設備 成功裂印了人工關節 並通過ISO10993生物相容性 和美國材料試驗等國際法規的驗證 進行跨國合作 創下臺灣3D裂印衣材進軍國際的首例 身為3D裂印材料供應者的中鋼公司副總何燦穎說明 再交給東臺去3D裂印就可以變成成品 然後在意願再使用 根據國際調研組織BMI的統計 2015年全球醫療器材市場規模達到2.2兆人民幣 2018年更上看2.6兆 其中2015年全球人工關節的市場規模達到1000億人民幣 產值持續攀升 新科材料董事長李志龍說 3D裂印的基層的製造技術 已經成為世界新的製造技術的一個風潮 我們國員院從生意應用的這種切入 整個國內產官學院的這個資源 希望能夠縮短認真的實驗 突破我們的技術的平均 讓我們國內的相關的產品包括醫療、S&T&T能夠有轉型升級的機會 東臺經濟工程師說明 傳統的骨科醫材加工方式是事先做好SMXL的尺寸 但不見得符合自己的骨頭 隨著高齡化社會的來臨 去掃描你的骨頭了以後 進入我們機台裡面就做出你客製化的骨頭 而且我們可以模擬現在的骨頭裡面有中空 輕量化 讓我們的骨髓、我們的血管 自己去把我們的生意材、我們的抑制去包覆住 讓它不容易脫落 隨著高齡化社會的來臨 植入性醫材與骨材越來越受到重視 行政院科技匯報辦公室副執行秘書葉哲良 稱3D列印是帶動第三波工業革命的關鍵技術 目前台灣3D列印的醫材將朝向人體試驗階段 申請美國FDA上市許可 也同時響應蔡英文政府的生計醫藥與智慧機械創新產業結合 組國家隊打世界盃 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記者苗秋菊台北報導 鋒WhyFDA legend 中國特約記者 北農牡 prophetic輩 不要不 mata 向人體財倩 acquis族 อน之日 無二五三刊 法代表 北農牡